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去公公的交玩 我们很喜欢去公公的交 因为它那里和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不同 怎样不同呢 我带你去看看吧 公公婆婆婆和婆婆一家人住在一起 本来爸爸妈妈也是和他们一起住的 后来妈妈生了哥哥我和妹妹 人太多地方又太小 爸爸只好带了我们搬到新族屋去 但是爸爸一定要选靠近公公的家的祖屋 他说这样他才可以常常回来看他们 爸爸说我们一家都是种菜的 公公从小就种菜 伯伯也是种菜的 只有爸爸没有种菜 但是爸爸在肥料厂工作 种菜不是要用肥料吗 所以也算是和种菜有关系 我说我也是和种菜有关系呀 因为我每天都吃菜嘛 你看这就是我的公公 他已经有七十二岁了 身体却很健康 一大早就到菜园里工作 他正在除去多余的菜苗 这样其他的菜就可以长得更好 这是我的婆婆 她最疼我了 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是由婆婆照顾的 如果我生病了 婆婆就一直抱着我 自己却不睡觉 婆婆喝水 啊 乖 今天很热 嗯 对哦 都刚刚好哦 婆婆从来不打我 不骂我 到了现在 她还很关心我 常常给我新衣服 她对我真好 她是我的婆婆 爸爸的哥哥 爸爸很尊敬婆婆 她说 如果没有婆婆 她就没有今天了 原来爸爸小的时候很顽皮 不爱读书 公公婆婆都管不了她 婆婆常常劝爸爸 要她用功读书 每当我和哥哥妹妹争吵的时候 爸爸总是说 学学我和你婆婆吧 我们从来不吵架 这样才是好兄弟呢 这是真的 每次到婆婆家去 婆婆总要采木瓜给爸爸吃 他可疼爸爸呢 菜园的工作很辛苦 婆婆在太阳底下工作 可热呢 婆婆你在做什么 婆婆在搬泥土 婆婆我来帮你好吗 好啊 好香啊 是谁在炒菜呢 是我的伯母 伯伯的妻子 伯母除了种菜 还要做家务 伯母做的菜最好吃了 妈妈还常常要向她请教呢 不要吵 唐姐在读书 她是伯伯的大女儿 唐姐很近 很少讲话 总是笑咪咪的 从来不发脾气 唐姐今年念高中 毕业后要当老师 他一定会是一个好老师的 唐哥回来了 唐哥回来了 他就是伯伯的儿子 今年念中二 爸爸常常称赞他 说他是个好孩子 因为他一放学回家 就到菜园里帮忙 书也读得很好 爸爸要我们学唐哥那样 做个勤劳又用功的好孩子 诶 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堂弟 我伯伯的小儿子 家里最小的 他只比我小几个月 就叫叫我堂哥 所以他很不服气 他很顽皮 爱捉弄人 不过他的心地很好 我们俩可是好朋友 好兄弟呢 你看 他多照顾我 采番石留给我吃 堂弟虽然小 你可不要小看他 他割菜的功夫很好 很快 不信 请看 堂弟从小就学割菜 我们没有学过 可别乱用刀子哦 堂弟告诉我 他长大了要种菜 以后他的菜源要很大很大 全部用机器工作 用机器种菜 用机器消水 用机器施肥 用机器收割 总之 什么都用机器 而种出来的菜呢 又肥又大 比现在的大几倍 哇 大几倍 这可不得了 这个包菜 不是要像车轮那么大了吗 哎呀 糟糕 差点忘了介绍他 他就是公公家里的狗 叫阿胖 阿胖今年六岁 我们都很喜欢他 尝尝给他面包 我公公家里的人 你都认识了 他们都很爱我 你说是不是 耶 婆婆给我新衣服 婆婆给爸爸木瓜 堂姐给妹妹故事书 堂弟给我番石榴 我们给阿胖面包 我的家庭树 公公 婆婆 婆婆 爸爸 爸爸 婆母 妈妈 妈妈 堂姐 堂哥 我 哥哥 哥哥 我 堂弟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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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家庭树了 你的家庭树 是不是和我一样呢 她的家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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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庭树